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也有植物肉之称 用法也很简单 将黄豆泡发后 放锅里煮熟煮透 然后过滤出来晾干 用的时候献给虎皮兰松松涂 以盆面土壤 深2-3厘米左右为界 把土壤弄蓬松后 将黄豆粒碾碎 然后撒入其中掩埋好 黄豆碎末在土壤中 随着胶水逐其降解 变成各种能被根系吸收的养分物质 养分中足不出一个月 虎皮兰长势就会旺起来 当然了 想要达到好的效果 还需要配合适当的养护 特别是光照和胶水 光照必须充足 除了正午强光需要稍微遮蔽外 其余时间都可以接受全日照 胶水则以宁干物湿为原则 能做到见干见湿 那就更好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 再见